這條繩本身已經很難了,他本身的問題不是你的錯 不要再給紙巾 然後他就呼呼呼,謝謝你 然後我說不要哭了,接著就照顧他 嘩,為什麼兩個人弄那麼久,躺在草地上 不要再撞上去吧 城郎彈了過來,師爺姐再擠進海瓦里 漂亮啊,射下去了 要保中的了,可惜了 看,你們怎麼看這件事 今天的台不是很穩定的 現在還看到嗎? 有點擅長的 我一會看看,不知道什麼事 這個鬼婆可能發神經 嘩,糟糕了 這下應該有12碼 不是12碼,是自由球而已 嘩,一下子打開就沒機會了 這下,馬上比上前 一致佔到 好,看看黎英怎樣 吸過來,再給中間 再給下去,進吧 嘩,前面有個人 仰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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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都擋到這個籠也挺厲害的 好 好 大概就是這樣,這就是一個小器 講小器的經歷 做男人不可以太小器 一定要大方一點 知道嗎? 那些玩具,不要在這裡叫人玩壞了 除非人家刻意弄壞 否則你就不要在這裡 不要叫人家賠 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大家都是這樣 小時候玩玩具 小時候玩玩具都是亂丟的 好像那些鬼佬 鬼佬什麼安仔 反斗奇兵那個東西 拿狐敵,不知道是拿梳化彈來彈去 然後拿去一軟刀頭撞 那些積木頭都是這樣的 對吧? 所以很難說,難免有損傷 好,來吧 載過來可惜,沒辦法撐到 還是有 好像還是有一點點厲害 今天上什麼網站都慢和厲害 是不是有黑客大致? 啊,那我就不知道 你問我朋友撞壞了我的林寶堅尼 叫不叫他陪好? 你借林寶堅尼給他陪好嗎? 你借布林寶堅尼給他駕駛 無緣無故撞壞 人家撞壞他還是怎樣? 他是故意去撞車廉時鬥飛還是怎樣? 好,來吧 我將來買車,買一部很熔熔爛爛的 你借布林寶堅尼可以撞壞 即是拍車的那些 我都不會介意一下子撞壞 然後停車 好像平時玩GTA 或者怎樣,一下子撞壞後停 你們怎麼看? 那就不怕撞壞了 故意弄得熔熔爛爛 好像玩Forser的車磨 都被嚇壞了 好 你看情況吧 如果他是故意弄壞 當然要賠 如果他不羞毛 例如說要避過一隻牛或貓 在馬路上當然是不小心 因為這樣扭太撞壞 就情有可原 這些是無心自失 你可以考慮一下就不要求我賠償 如果他說我為了他追求女生 我為了原意我借這輛車去追求女生 他開到三百多km 三百多米 然後在這裡演戲 那你肯定是生氣的 那你當然是說 我哪要叫你超速駕駛 那你當然要賠 超速駕駛 不單是危險 不單是整花 而且有機會 危害到其他市民 對吧 拿個球來 豈有此理 嘩 在這裡對我 不停 嘩 又吸 大膽 放肆 豈有此理 一會兒有機會 我立即過去 告訴你 今天還有一則新聞 深圳有一位先生在羅湖 姓劉 他為了希望夫妻的生活更加愉快 他決定做一個決定 你知道是什麼決定嗎 你猜一下 不是去賺錢或什麼 他決定去醫院 去一個秘療科 然後進行一個手術 你知道是什麼手術嗎 他就是希望可以延長他的巨龍 於是他就做了 沒有說多少錢 做完之後他打算手術結束後三個月 正常什麼傷口都埋了 三個月都很久的時間 誰知道他期待會更加夫妻生活更加愉快 是沒有這件事的 好 給下去了 再來 換取而例 是什麼呢 就是傷口沒有遇合 而且還很痛 巨龍痛到怎樣 不是做某些行為的時候都痛 他說是平時就算什麼生活工作都有影響 他說什麼想側身份都有困難 都會痛到癡筋窄醒 而且在那個 夫妻敦倫的方面 他說那個能力而且更加 更加是差的 他說越做越衰 他說什麼 而且很痛 然後他說什麼 他說以前呢 以前他又 可以抬得起頭來看人的 現在他又不是怎樣抬得起頭 他又說這樣就不太好 他又說很辛苦 於是他就跟那個醫院反映 他就跟他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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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 你搞到我現在頭吵 眼淚淚 怎麼做人 他就這樣說 醫院就跟他 很冷淡 跟他耍太極 這樣說 後來他又很生氣 他又有一次又再找醫院 誰知是連邀記者一起去 接著看到記者醫院 就說 不是這樣 他說什麼 之前很忙 或者沒有時間處理 以後就會正事 什麼什麼 他說 以後就會幫你處理 但是我想也很難 跟進 說真的 這些手術的東西 真的很難 可能真的回天罰術 所以這些就是 奉勸各位 手術這些東西 真的不可以亂做 中醫角度也經常叫人 說手術這些東西都很危險 什麼 打了一刀很傷 通常都是這樣 例如開刀生小孩 中醫角度也說 統一刀很傷 對身體來說 很傷很多元氣 好像老人家 就算是醫生 西醫 就算是老人家 都不會建議你做手術 他都會覺得很危險 因為要 恢復元氣 有麻醉 全身麻醉等等等等 很多事情 是一個 會令身體不太好的事情 還有機會 再射 可惜 這堆球挺硬的 很厲害 真的不知道 今天 一會再試試 再重開一次 看看 一會玩這個 Dead Rising之前 有人說什麼 什麼手術 剛剛不是說了 他在延長巨龍 他就說 他就說 希望夫妻生活可以更愉快 所以就做出這個決定 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有 他 為什麼會有 有些錯覺 有人覺得這樣 會令夫妻生活愉快 你們有沒有覺得這樣 我想做一個 民意調查 你們有沒有人覺得 如果延長巨龍 會令夫妻生活愉快 通常都不是 如果收入增加 有錢 大家一起去玩 當然是愉快 有樓 有樓 有車 最簡單 最基本 最容易 沒有錢 可能你多點時間 你的工作 不是那麼多 多點跟老婆一起玩 或者怎樣怎樣 一起照顧兒子 分擔家務 夫妻生活愉快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這個 排在次序 排在很後 很後 不是直接 影響 好 很多人都說 會會會會 那你們是不是會做 你這樣說 就是你們每個人都會做 延長手術 就是你們自信心不足 如果是這樣 會會會 如果你本身已經是 赤寸 是一個 是一個 理想的長度 那你根本就不會說 不需要 我已經 好像那些電話 那些祈福檔 有機會 等你 豈有此理 他電話 那些祈福檔 那些 我現在幫你家裡祈福 給錢 之後 電視廣告都教你 不用了 我現在家庭 每個人都很幸福 不需要 如果你們問我 你需要不需要延長 我沒有需要 已經很理想 對吧 應該是那個訊號問題 我的數據上 沒有這個機 即是自從 上次你剛才說 很遮瑕 就應該沒有再遮瑕 我上傳是沒有問題 那些傻的說會 會什麼 傻的說會大把 剛剛一群人 三四十人 在說會會會會 這些 有時候就是龍巧反絕 這些東西 很難說 還有一宗新聞 是大陸的 話說四川 有個女孩子 她本身 她有一部手機 好地地 用了很久 用了一段時間 都沒事 早前她貪便 買了85元 人仔 買了一個手機 電芯 坐巴士的時候 就換電 你知道 那些智能手機 用電很快 上網 一換電 有閉路電視 大陸的巴士 知道嗎 大陸的巴士 有閉路電視 拍著整個車廂 誰知道 一換就馬上爆炸 起火 然後差點燒到她的臉 然後這段影片 就揚威海外 流出到外國 然後那些鬼佬的留言 就說什麼 中國 Made in China 他說這些不是 Ascedent 他說這些 Ascedent 是什麼意外 他說這些不是意外 他說 因為中國 製造的電芯 本身就是 應該會爆炸 不爆炸 就不是中國的 電芯 他這麼說 所以這些東西 就不能稱之為 Ascedent 然後在這裡取笑 現在那些人就在這裡 英國的 不知道英國的報紙 就在這裡 繼續說 我小心點 就不要探平 就呼籲 呼籲 不要探平 買中國的代用電 或者怎樣 就說 沒有經過安全審查 或者怎樣 好 這個就是英國 英式幽默 諷刺 諷刺 他說這些電芯有問題 一用就爆 好 這些可以拿來 Dead Rising 拿來盒 買電芯 這些是找不到炸藥 不要緊 看他手機店 買個電芯 來盒 盒 這個 已經是重有軍火 你說這些電芯 好 又遲你 拿不到 聖龍 給前 再給前 靈 你怎樣 出來 可惜 斬得太遠 沒辦法 還有一浪 再給上來 可惜 還是被人難倒 有人說中國的炸彈 中國是除了炸彈 什麼都會爆 中國好像都 好像 那時候說什麼 有坦克大賽 就說過 什麼 坦克 到了 又射不到 炸彈有問題 什麼鬼 整天都是這樣 這個 手機電芯爆 不知道為什麼 這些新聞 已經這麼久 都還會爆 應該是 完全沒有處理過 這件事 就是說 那時候已經很久了 手機電芯爆炸 那些人說什麼 我那時候就奉勸大家 不要把手機放在褲袋 他說什麼 極危險 他說什麼 萬一你爆炸 傷及要害 就不要 他這樣說 那時候已經4、5年前 但是現在也沒有改善 你就知道 那個 究竟那個技術 應該 根據4、5年 什麼都應該變得好 但是沒有的話 你就知道 那個問題 問題在哪裡 好 轉個靚邊 再調進去 靚波 邊路 吸回我 想吸回大位再比 可惜 都會被人難倒 郭大俠想撞下去 還有機會 可惜我已經吹罰了 已經 然後還有一則新聞 是大陸的 很好笑 話說大陸 有一個國企的董事長 他就 經常收賄款 不知道收了多少 千萬人仔 那些人就說 這個 報紙就寫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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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長 很聰明 他很懂得拿賄款 投資和生活 他說他拿賄款 買了很多 房產 地 升了很多值 升了很多值 他說 當時 他就想著 哦 升了值 他就想著 哦 升了值 賣地 賺錢 然後再把錢 塞回去 撐下去 可惜 但是後來當然 沒有這樣做 總之就是最後 最近被人調查 那 他試過最奢華的事 是做些什麼 就不知道 用了什麼 呃 試過買一棟別墅 買完之後 就 花了很多錢 去裝修 弄成金碧 輝瑤王 弄完之後 他才發現自己 愚蠢 弄成這間別墅 這麼漂亮 他說誰都知道 我貪裝枉法 大哥 然後就很害怕 又不敢進去住 又不敢去賣 又怕被人告 於是他決定 去什麼 住一天 去睡一晚 去體驗一下 去體驗一下 去體驗一晚 這個是他對公安的 那些 不知什麼局 那些 反貪的局 自己招供 這樣說 他怎樣被人拘捕呢 話說公安要掌握 好 出來 出來了 出來了 冤枝為之可惜 話說公安想掌握他 鬥 那他怎麼辦呢 他一早已經有善眼了 他已經打算走路了 於是 喬莊 喬莊 扮成了龍褲 穿上衣衫藍褲 穿上衣衫 背心 爛褲 整條毛巾 掛著大頂草帽 然後 整個三輪車 打算裝了 拿些菜去賣 還是怎樣 這個三輪車後面 全部載了 現金 還是什麼 不知道載了幾百萬 之後 後來公安知道 馬上去圍捕 的時候 覺得有個 龍褲古古怪怪 或者怎樣 於是 一抄 手身後發現 原來他就是 貪的董事長 於是 被人拘捕了 我這個人 貪完 貪完 貪完又是 癡癡癡癡的 就是 整個房子之後 住一晚 體驗一下 就好 然後 又不敢賣 又不敢 所以 這些就是 教訓你 貪得來的錢 沒辦法 隨心所欲 用 用得不自在 這肯定是很辛苦的 如何提心吊搭 做完 整個房子 美好看 又不能用 又不能用 好 成龍 想扭上去 可惜被人走到 一框 還有 會不會射 可以射到遠處 再比漂亮 這一下 有沒有吹回頭 好 好 先給回頭 思琦 再硬下去 吸一口 吸一口 想出其不易 可惜 都是被難倒 人們說錢被扣留了 是被扣留在另一個高官上 這些就不太了知 就不是我可以了解到的範圍 哇 這些是更加 更加高深的事情 來的 好 來了 看大 轉到另一邊 先 43分鐘 暫時還是0比0 思琦 只是 硬直線 想快地彈下去 還有 黎英 一枝箭 超快 黎英那個人 很快的 摩打 好 來了 還有機會 一陣射下去 哎呀 還有機會難倒 思琦 想控 可惜被人 一下子被困走 再來 不要緊 等我教砲 教了我是黎英 想再彈 吸得漂亮 保持四分鐘 沒有辦法 在臨場前 射鬼進去 成龍 吸到過來 斬吧 應該 出到買禮 哎呀 射得一堆屎 真的 太差 今天呢 還有一則新聞 有關台灣 有關 水電技工 有個 近日 高雄市 有些警察 經常在巡邏 他發現 水電工 經常戴口罩 但又不戴安全帽 覺得很可疑 於是 警方在加強調查 有一天 他看到他 坐著 電單車 他 後面 有個 電單車 通常有個 桶 或什麼 箱子 被人安裝 他發現 那裡 有些 黑色的垃圾袋 然後 警察問他 他說 這是什麼 衣服 然後警察問 誰是誰的衣服 那個人 嘴唇唇唇唇唇 很害怕 害怕 警察問 這是女朋友的衣服 於是 警察 很好奇 於是 警察 於是 警察 發現 尺碼不同的女性 底褲 於是 警察 反問 你女朋友 是 露飛 為何 可以 一時穿這個尺寸 一時穿這個尺寸 一問之下 發現 這個人 是 變態 他假裝水電工人 偷 偷 底褲 到他家 發現 有四十幾件 底褲 然後 他還問 同行 他問同行 買了五十幾件 底褲 警察抓他 然後 就要送他去基隆所 要搜他身 叫他脫衣服 然後 發現 他身上 原來 還穿著三件 女性的底褲 於是 就馬上被捕 這就是最重要的證據 因為 其他人 你不可以 哦 我搜到你是女性的底褲 你都是憑空 你沒有一個 很 確實的證據 做不到物證 很難說 是啊 這些是底褲 我拿來賣 也好 他可以狡辯 有很多理由 但是他又說 這個就是 發現他身上 穿著三條底褲 同時 穿著三條女性的底褲 就知道他應該是 身有屎 變態 即是有一個疑點 就可以知道有一個動機 就可以告上法庭 但這件事都很奇怪 你當你是變態 你喜歡穿女性底褲 但是為什麼要穿三條 是 有一個功效 會快樂 還是怎樣 三條都 極不舒服 你不要說 女裝底褲 你試試穿 穿男裝底褲 你試試有沒有兄弟 試過連續穿兩條 男裝底褲 我想問 會不會舒服 會不會舒服 這麼緊 底褲 有橡筋 或者雙重 橡筋 扎著 舒服 何況還有女性底褲 女性底褲的剪裁 你用一下腦都知道 肯定是不同男性的 因為人體的構造 根本是不同的 那麼他還要穿三條 肯定逼得緊 神經病 怎麼會 我覺得行動也有困難 不方便 為什麼他可以穿三條 我也不知道 有個兄弟說 我穿夠一搭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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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底褲加防禦力加HP 保暖 穿多幾條 現在夏天 還要是 我都想看 現在夏天怎麼穿 穿夠三條 那下才厲害 好 好 來啦 說真的 你衣服穿太多 你都不舒服 重 神經病 都不舒服 這樣 對不對 對不對 有人說你一向穿兩條 底褲 兩條底褲 你去廁所 相信都不太方便 我相信 除非你要把整條褲脫下來 一般 我想 我想問 一般 嘩 你現在 通常大個兒子 很少人 去廁所 會把整條褲脫下來 通常是 小朋友 才會這樣做 我想知道 有多少兄弟 會這樣 現在還是這樣 惡劣 會把整條褲脫下來 把整條褲脫下來 然後整條褲就 嘩 這樣 一來 我一定不會這樣做 一來你在 那些廁所 肯定不乾淨 不知道有沒有尿 積在地上 或者積水 一這樣 敲下去肯定是 弄到 褲狼髒了 尖到尿 或者積水 肯定極髒 就算是水 我也不知道那些水乾不乾淨 我肯定 100%不會這樣做 有人說全部都是 我我我我 你們是專門的 包吵我頸 這個是 你這樣 你這樣 阿尿就會露出 8月15日 給人看 你們這樣 是這樣的 還會倒立阿 那你的手 你就浮得尿 你的手 你會浮得 積水 尿 很骯髒 而且你倒立的時候 你阿 有可能是口接你自己的尿 你倒立口,可能不是磨到尿兜,而是磨到自己的口,口就變成尿兜 更糟糕 好,放下去了 再給直線,這下給得太大力了 全身脫掉所有衣服來磨尿 好,哈哈哈 這樣比較自在,解放一點,舒服一點 我認識柔屎一定要脫掉衣服 好,來吧 他不可以穿著衣服,柔屎,覺得很不舒服 好,覺得有東西被迫住了,沒辦法柔順匠 可能會柔青屎 或者什麼事情 咳 他不可以脫掉所有衣服 他不可以脫掉拉鍊就可以了 這就是正常的 成年人,大部分成年人都是這樣做 我只是說有多少人做小朋友通常會這樣脫掉 小朋友的手沒有那麼靈巧 或者什麼就會脫掉一條褲子 剛剛有些人說穿兩條底褲 你很難脫掉拉鍊 而磨到尿,對吧 好 很難的選擇 但我認為這傢伙已經得到得更多 比不更多 而他又被迫 插到原場了 83分鐘 看看有沒有辦法 炸爆你了 在這個時間 各位兄弟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他說他有沒有 他說他有沒有試過 柔屎的時候 又想放屁 結果呢 柔屎的時候 又同時 放屁 又同時 柔老屎 這個是 我想這件事是很正常的 例如你統柔 玩什麼時候 通常就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不是很驚天動地 或者是很難做到的事情 好,放下來了 再給錢 我想過 我會被刺到 還有啊 想彈上去 那就是這樣 所以 最大問題就是 那個 那個 剛剛說一下 為什麼要穿三條底褲 這件事 這件新聞本身 你說什麼有變化